9月11日 在2014年长白山慢生活论坛上 胡润发布了2014中国高净职人群养生白皮书 报告中显示 中国大陆富豪由于事业压力较大 已经成为健康高风险人群 有一半人受到加班和熬夜的困扰 其中失眠多梦 头痛头晕和一疲倦是最普遍的健康问题 报告中提出 中国大陆千万富豪人数已达109万人 比上一年增加4万人 涨幅3.8% 其中亿万富豪人数已达6.7万人 涨幅3.7% 胡润研究院对三年后大陆千万富豪和亿万富豪的人数做出预测 未来三年 千万富豪人数可能达到121万人 亿万富豪人数或达到7.3万人 然而 这些富豪对自身健康的满意度却不高 平均79分 近些年频发的青年企业家过劳猝死及抑郁问题 也为这一人群敲响了警钟 报告显示 大陆富豪每月平均出差8天 假期很少 除国家法定假日 千万富豪平均假期只有7.5天 亿万富豪11天 周末工作却较多 工作繁忙 压力大 导致身体常常出现各种问题 胡润提出慢生活的理念 希望人们在快节奏的都市工作中能慢下来提高生活的品质 新华市记者李双溪 江明命 常白山报道